做商业的人都知道自由贸易是赚钱最快的 当年深圳电脑散件走私 海南汽车走私 厦门石油走私 让那些胆大者赚得盆满钵满 自由贸易区这么赚钱 为什么美国、德国、中国不搞呢? 因为所有的大国都需要稳定的税收来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 只有那些秀真国 如太平洋岛国、加勒比小国喜欢搞自由贸易区 一些秀真国实行零税付 只要注册费即可 对于这些秀真国来说 每年数千万、数亿美金的注册费 已经让他们生活在天堂了 所以这些自由贸易特区成为跨国公司避税的天堂 另外 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著名的自由贸易区的 首先这个地方必须靠近高税负的地区 比如靠近法国的摩纳哥 靠近德国、意大利的列支敦士登 另一个要素就是靠近腐败独裁的国家 比如靠近中国、菲律宾、印尼的香港和新加坡 靠近高税负便于调税 靠近腐败是便于洗钱和转移黑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